大家好,又回到創科DoubleUp,我是Janice 我是Francis 今晚我們的題目很厲害 叫網絡陷阱連環爆私隱何價 因為稍後下一個環節 就會有私隱專員王繼兒 上來做我們的嘉賓 我們分享整個私隱問題的大趨勢 首先,我們有一件事 你帶上來 今晚我們談談之餘 亦都送獎品 跟私隱有些關係 最近私隱有些私隱 不知道是Apps 是,這一個最近上的港產片 就是逆向有拐 高登仙送出了四張逆向有拐的換票券 今晚我們會送出兩個名額 每個名額有兩張換票券 大家在一會兒聽訪問時 亦都記得答問題 問題就是,在大數據的年代 你認為最大的私隱隱患是甚麼呢? 你又會怎樣應對呢? 講回幾宗跟私隱有關的新聞 我們都關心的 第一宗就是 虛擬銀行之前 金管局接納了牌照申請 三十多間 對,拿了三十多間的申請回來 但之前就好像聽聞說 那個發牌會延遲 以及早前就傳說 三十多間的申請裏面 有三分之一 就因為各種的問題 已經被人退休了 不如先講講 為甚麼發牌會延遲 是否跟最近出現了一些私隱洩漏 甚至有些網絡詐騙的關係 其實很多行家問我為甚麼 你可能不會問金管局 我會問我 我會猜的 第一 其實 我想都是看文件 你夠文件 其實就像做IPO 你的文件夠 你的財務資料OK 你的公司背景OK 還有一個 我也有見解的 就是究竟你的業務做甚麼 如果你搞虛擬銀行 譬如說是那些 處理支付工具 它的錢來了 然後它要儲蓄它 或者拿去做借貸 或者做甚麼 有一個方法去做 它可以解釋到 我覺得這些 中的機會大一點 我猜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搞一家虛擬銀行 跟實體銀行差不多 可能他們會考慮 就是說 本來都有這麼多銀行在街上 做多十間八間虛擬銀行 但是 做回一般銀行做的事 其實他們可能不賣 我猜的 所以 是不是十間 還是二十間不批 其實不重要 我覺得都是資料 和業務性質的問題 個別的申請 可能因為交不齊資料 不行 整個網絡 這個虛擬銀行 發牌延遲了 和最近之前出的 可能譬如轉數快 或者一些儲蓄支付工具 出現了一些 漏洞會不會有些關係 我想可能有間接的關係 令到整件事會審慎 現在當有這麼多事件爆出的時候 其實會令到 我想業界也好 金管局也好 或者其他的相關機構 都會看緊 究竟如果虛擬銀行出來 又出事的話 是否很大件事 因為其實在身邊 可能有些朋友都聽到 一兩單這些網絡 或者私隱安全 有些資料洩漏了出去之後 都很擔心 對於新的工具 就開始沒有了信心 就覺得要看緊 怕得連網上銀行都不敢擁有 一聽到資料洩漏 就更加害怕 但現在可能要等到 可能明年初 發牌才會有些微目 實際上我們做客戶的人 何時才預計 用到這些虛擬銀行的服務 我見林鄭在一個聚餐 應該是銀行公會聚餐 說是下年的第一季 現在不知道 今年年底似乎沒有這件事 下年不太久 只差一會 大家還要內心等等 再看看有甚麼服務可以用 另一單 大家都知道你 有很多地方 很多人問你 說到之前有很多演唱會票 出現炒賣 政府出了招 現在會研究修例 怎樣去打擊黃牛票 這次動作算很快 其實是的 可能太多人關注 包括政府內部都買不到票 我們這樣 包括他循環的途徑 就是因為循環修改公眾元樂場所條例 譬如把紅館、醫館 立入法例裏 便不可以炒賣那些票 是的 他不可以炒賣那些票 他不可以炒賣那些票 是否可以考慮用實名制呢 其實實際上 當然業界便會說 怕很麻煩 二來有些人便怕 可能洩露了很多 收集和洩露了很多個人資料 你有沒有在香港 看過一些實名制 或者在外國 看過一些實名制的演唱會 我就沒有 那我就不知道怎樣執行 怎樣執行 我在外國見過 其實都是照執行 不過可能是抽樣 不一定 第一 有些人說早一點去 早多少便不知道 如果有些拍攝 可能早一點 但演唱到這麼多 聽聞 有些日本人 下午便要去排排 對 大家都意欲很低 而且轉讓不到 便很低 譬如平時要排隊買票 都排幾天 我這樣說 當然有些人不願意排 便寧願付錢去做 但我也覺得實名制 是有它的存在價值 因為現在如果那個炒賣活動 這麼猖獗 其實當它變成非法的時候 如果都還有的話 其實這兩個人一起做 業界當然覺得 如果變成不合法的話 那麼少人炒 便自然就不用這樣搞 實名制 但實際上 都會有這些在網上的活動出現 我經常都是想說 最終是那個觀眾 給那麼多錢 就看那場表演 為甚麼他還要在網上炒來炒去呢 當然了 民政局的說法 就是康民署會找康民署 繼續研究一個 又方便到的觀眾 同一時間 可能是現在 一些可以有科技的解決方案 其實是否可能 譬如用QR Code 去識別這個持票人 QR Code 是其中一種 即是你怎樣去 早點去行過 檢查了票 對了新聞 接著你有空 拿了QR Code 那是你的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個就是 有人說面容識別 這麽多面容識別 便涉及到某些程度的私隱的洩漏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 一會問私隱專員 可以 即是其實 是否用完之後 就消費了它 又沒有問題呢 即是收集多少資料 是合理一點的呢 即是用完之後 扔掉它 即是否就可以呢 即是下次你跟我說 在現場會 你要檢查我這些 這些個人 這些生物技術的資料 可能我都會想一想 我還看不看呢 是 所以說到剛才這麼多 新聞可能有時 講到一些大數據 科技應用 每次其實大家回頭 就會擔心 用得多方便了 都會擔心 其實個人的資料 其實是否同樣都受保障呢 以前可能大家覺得方便 甚麼資料都交出去 現在可能都會停一停 想一想 所以今天 我們下一回合的 升級嘉賓 就請來了私隱專員 黃繼二 而Steven 正正就跟我們講一下 在大數據 或者科技的年代 其實私隱何價呢 所以我們就先請 Steven出來 跟我們 就分享一下今天這個 好像很大 但其實大家都會 認識相關的課題 Steven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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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今晚上來 多謝你 所以剛才剛剛講到 很多新聞 其實回頭 最終都是環繞著私隱安全 早前大家最關心 知道France都受影響 我很多都受影響 在國泰航空 突然爆出 洩漏了940萬客戶的個人資料 還要隔了7個月才公佈 當然私隱專員公署 我們知道的 其實這種通報時間 交了7個月才公佈 其實合不合理呢 現在法律上 是否管不了他們 不如這樣 因為我們正在調查中 所以我們不如不要講這個案件 整體來說 講件 沒錯 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最關心的 就是 剛才你開場的時候 都講到 比如說私隱現在 包括你買什麼票都好 你都會把那些個人資料 就給了一個人 那個人就收集了你的資料 那你收集了那些資料之後 最重要的那個概念就是 那些資料的 誰是擁有人 是你自己 你給了別人 不等於是給了他 他都要保你保障 你的資料的安全 現在以前很多時候 我們那些案件都是為了在 你為什麼要收我的資料 譬如收證號碼 你收了之後 你保存多久 那現在呢 近年來那個事故 多數都是集中於 原來是資料外洩 或者是被人 被黑客 洞取 那這些洞取 那這些洞取 阿芳士之前說了 最主要的關鍵就是 他拿了資料 是可能做一些非法的 是 這個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個除了是一個罪惡之後 我們希望呢 在灌輸一個保障個人資料裏面 不單止是個人 那些機構都要知道 第一就是那些資料 可以拿去做別的事情 做犯法的事情 第二就是那些資料不是你的 是吧 所以你的責任是很重要的 別人信你才會給你的 所以如果你問 是不是有事故發生呢 就要去通報呢 其實呢 我想普通一個人 就等於你把那些金銀珠寶 放在一個銀行保險箱 是吧 那門被人叫了 你知道可能有差勢出來 那你第一個要通知的就是 那個 那個 密主 密主 所以這個是很 期望 大眾的期望 或者他的理解 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就是 你當然要告訴我 你應該一早告訴我 我實施了七個月才告訴我 補救不了 我又講一下 言行的法例 其實 在外國都是這樣 在外地都是這樣 不是每一個地區都要求 在這些資料外洩的時候 第一要通報 第二要多久通報 第三就是通報給哪些人聽 其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直到歐盟 在五月份的時候 就 把這個 立入正軌 通報是需要的 OK 如果是有 外洩 資料外洩的事情發生 要在72小時之內 就通報去給 有關的監管機構 如果那個風險是大的 所以引起那個損失 可能是很高的 那還要通報有關的人事 這個就是歐盟最新的一個規定 除了歐盟這個組織之外 還要通報給那些人 即是72小時 不是只是apply 在那個組織那裡 還有一些情況 你以前說肯定是嚴重的情況 還要通報受影響的人 這是歐盟現在28個國家 都要遵守的規定 以前是沒有的 我們香港 以前跟著的國際標準 都是沒有的 香港是沒有通報制度 所以沒有說幾多個月之後通報 所以沒有問題 這個是我們沒有法定的規定 但是我們有希望 鼓勵 我們已經鼓勵過這些機構 有什麼事的時候 是即時通報 我們是發出了指引 所以在很多其他的地區 都是沒有這個機制的時候 他們都是盡量去想一下 應不應該是我們叫做update 它的法例 可不可以更新呢 令到這個趨勢 都是在國際上通用 所以說面對著GDPR 就剛才說到歐盟的新法例 有些人都會形容 是辣椒會有些阻嚇作用 因為你如果不能夠 如期按住它的要求通報 你都會罰得很重 沒錯 但香港有些人就覺得 私隱條例其實都 我們現在就靠指引 可能私隱條例 就不是很管到現在這些資料外洩 和之後後續要處理的方法 可能在公署的立場 覺得有沒有需要修訂私隱條例呢 我們每逢修例 就一定都有一套的準則 主要原因呢 就是我們的保障 這個個人資料 私隱這一方面 在立法的原意 都當作為一個叫做基本人權 當然我們在基本法也好 在我們本身的人權法案也好 一些國際公約裏面的要求也好 我們希望在保障人權方面 是有些準則的 第一就是如果是這些所謂 不是絕對的人權 剛才你也說了 是一些有可以豁免 或者是有條件的人權裏面 我們考慮的事情 一定是跟著我們的法例 和法院怎麼判別 在這些情況下 一般的情況怎麼做呢 如果你要去制定一些的限制 例如 我本來有我們自己的自由 不過你要我做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是限制了我的自由的話 我們一定要衡量 衡量呢 通常我們簡單來說 是一個平衡 怎樣平衡呢 我們就說 你所制定的 附加上去的限制 你一定要合乎比例 我想最近的法官都解釋了一次 什麼叫合乎比例 那個原意就是說 我們要保障人權 基本的人權 但是因為是可以有些例外的情況 我們可以有些限制 所以我一定要指出 那個限制 要加上的限制 是有正當的目的 嗯 這個很明顯的 我們希望 盡量去 告訴那些受影響 或者革命機構聽 有這樣的事發生 第二就是 它們的關聯性是很強的 如果你不說 可能不知道 還有呢 就一定要是 合乎比例 意思就是說 你一定要把那個 限制和目的 要平衡一下 包括什麼呢 包括所有人的利益 包括整體的社會利益 包括我們香港的情況 也包括外國的情況 我們才可以做到一個 建議呢 是合乎我們人權的標準 也都合乎這個大眾利益的一個 修訂 修訂 修訂法來建議 但是我覺得 變成如果有了 這個歐盟的GDPR 就是大家有個參考 或者有條線 可以看得到 現在國際性 是有什麼準招 沒錯 剛才我說過 是外國的 一些體制怎樣做 我們當然是值得參考 不過呢 就很難可以說 一刀切就說 外國這樣做 所以香港要這樣做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情況 都不是的 因為我們都要考慮到 本地的情況 尤其是我們在香港 一些的經濟發展的情況 我們一些的私隱文化的情況 比對在歐洲 或者其他地方 可能都有些不同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都有做諮詢 現在譬如 因為這麼多這些 電子化的服務 和這些金融科技 其實是不是 尤其是這兩年 特別多這些私隱的問題出現 對 因為為什麼發展得這麼快 我想你讀大學的時候 和我讀大學的時候 相隔很多年 我們認識電腦的時候 是整間房間這麼大 是 主機構 現在我想 電腦可以小到 手機這麼大 都可以做電腦 裡面所涉及的發展 我想 我們和你開小的車都追不過 Francic 已經是我們專家 我們不捨去詳教他 但他都很謙 他都說 我有點意義我都追不到 追不到 而且現在的網絡頻寬太快 變得偷東西就快 已經上網 電話線的年代 和現在 光纖的年代 可以走到快 做任何服務都方便 但你同時做不發行為 都好像又方便了 快是一件事 我們看得到它快 看得到多闊 看得到多高 看得到多深 看得多複雜 我們都可以感覺到 但問題就是 那些巧妙的地方 怎樣去入侵 怎樣去偷了你的資料 那些我們真是 好像我們中文有一句 你有張良繼 我有過長梯 所以你經常都防不勝防 是的 雖然我們有一套 好像我看到大學都有讀的 就是怎樣去做黑客 是 要教你才知己知彼 是的 很多時候加上 我們現在很流行說 人工智能 大數據 怎樣分析 加上機器學習 那些的問號 我想很多科學家 都現在還在這裏 押頭 所以它帶出的 不單止是方便 那些正面價值 可能有很多負面的價值 就是風險 那些風險一定是包括 剛才你講了一些 金融上的風險 那在我們個人資料的私隱方面 它就拿到你的資料 去做一些非法的事 那變成不是 你那個 它最惡的影響有多大 而是你將它整個個人裏面 可能一無辜牽涉在這些地方裏面 由最低限度的叫做 網絡欺凌 到一些嚴重罪惡 包括一些恐怖活動 洗黑錢 這些活動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個有多深淵 那個談有多深 但面對著這麼多這些深淵 或者這麼多這些張良計 其實不法分子 有這麼多這樣的想法 那工處可以怎樣 例如幫市民去應對 還有整體來說 我自己有個印象就是 是不是企業和市民 在面對現在這個 我們說的不斷變的 AI或者數據的大環境裏面 那個私隱安全的防範意識 都是很低的 意識 我們幾年前做過一個統計 一般人對於私隱的意識 就漸漸提高 今天我都在不同的媒體上 看到私隱這個字的出現 是很高的 多了很多 沒錯 如果你說 我想給你一些東西 或者我不想給你一些東西 通常都是私隱 以前是大家不懂得 覺得方便什麼都說好 看到同意就先禁了 沒錯 所以這個意思是 不過到底理解有多少 我們都做過統計 就是理解不多 通常都是 第一是要來 就是拿些方便 第二是拿來做擋箭牌 或者是要來做一個踏腳石 那就是希望呢 將私隱這個字 就是如果方便的話 就是去用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的就是 就是詳盡一點那麼多 透徹一點那麼多 就是那些私隱 是會影響你的個人的一些的利益 包括信義 你的財政 被人偷了 譬如現在很多年紀大的那些 都是因為他不小心 將那些資料 不小心 或者不同意之下的情況拿出去 於是就招致了財務的孫心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說 很多總社都說 現在做虛擬銀行 有KYC怎樣做 好了 但是之前那宗案件 就是騙他說 見公民拿出一些資料 就開了戶口 那麼一個這麼簡單的 就做到這些 Cyber Banking的年代 私隱就是很重要 是的 所以我們希望 除了法例上 一些加強力度去調查 或者去監管之外 還希望做多些宣傳教育 好像今天我上來 希望去解釋一下 有關於這些的一般性 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無論是個人 或者是企業都需要主義的地方 但是現在那個大趨勢 已經是 除了法例的監管 就現在去到 就是一些叫做 Data Governance 就是怎樣數據管治 因為其實很多機構 只看著那個法例的書 去看 我有沒有做到這些 如果做到這些 就是30本書 其實他忘記了一些 就是大眾對他的期望 但是期望 是很難寫出來的 剛才我講過 你收到我的資料 我不問你 我都是想著 你要好好保存 誰知你會不見了 不見了 不通知我 還有可能大家 拿10年前的標準去做這件事 法例沒有寫的 沒有寫的 第二就是 我們經常都要想的 就是那些 很多企業都忘記了 你拿到資料 OK 你看看現在有很多的平台 一架車都沒有的 一個司機都沒有的 就是請的 但是他是賺很多很多的錢 就是因為他提供一個平台 叫人去訂車 那他忘記了那些資料不是他的 如果他將這些資料在不同 在那些市民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就是用 轉讓 不是不行 不過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拿個同意 拿個同意先 現在標榜的就是 為什麼同意要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那些資料不是你的 所以現在經常都 我們標榜的就是 同意一定要有意義的同意 不是我不同意 我就沒有了這個服務 那個個都隨便 就是個個最後都是因為貪方便 要拿個服務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但是這些法例是沒有規定的 只能是勸導 不斷地教育 我們叫做這些叫做 道德的教育 就是信任 我們最近上個月做了一個研究報告 就是除了法例之外 怎樣可以用道德 我們叫做數據道德 去協助 去保障個人資料 私人 除了法例之外 希望每個企業都要記住 就是要有信任 要有共同的利益 要透明度高 公平 這些全部都是 希望可以在法例之外 輔助以 是用道德標準 希望可以做 不過很難做 那我想問 因為你企業當然是賺錢的 你賺錢你怎樣跟它說道德呢 就是我賺不賺到錢就是最重要 這個也是我都想過很多人問那些問題 哇 等得來蚊子 每個人都 數據道德 那問你賺不賺到錢 這個東西賺不賺得吃 很幸運 我聽過有個領導說 如果我們做這件事 雖然很多年 不過都要開始做的 都要做的 還有這個呢 我們覺得呢 我自己個人很相信 就是 不只是法例可以管的 這個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如果是一個文化的話 那你一定要從這裡開始 我們 其實我們道德這方面 中國人是很厲害的 我們應該是 是給那些愛國人 是更 我們幾千年來都講 倫理 講孔子 學儒家 全部都是用道德倫理來做骨幹 我們在這方面可以是做好些的 譬如剛才我講的那個報告 我相信是亞洲第一個 是做這個報告的 就是數據道德 因為我們自己基本上 已經有文化 民族已經有這個文化在 想問一下 除了企業之外 大家都會關心政府和公營機構 它都收集很多數據 特別是現在可能經常說 發展智慧城市 你裝了很多其他交通燈 監控的東西 鏡頭收集了很多便利生活 同時拿了很多數據走 這方面是否有些私隱隱患 其實現在管企業 管私隱 管不管政府 管不管政府 我們條例是 講明是管政府 亦是少數 在我們這個亞洲地區裏面 一個監管機構 在個人私隱方面 是管政府的 我們很多地方的監管機構 都不管政府 我們比較幸福 在這方面 幸福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在基本法 和人權法案裡面 是有保障度 這個真的有幸福 為什麼很多地方都沒有 我們在這方面 一國兩制之下 在我們基本法裡面的體制裏面 有在對人權的保證 怎樣監管 或者怎樣保障人權的標準 我們是給其他地區 可能是有 我們叫做 不可代替的優勢 政府也有機會濫用 沒錯 其實最多機會 是 怎樣得到 不要說他想濫用 是他收很多資料 他不想濫用 危機是很大 因為你收的資料是很多 是的 而且別人見到政府 都會給你 你想一想 就是你每次過關的時候 那個資料 又生物認證 又個人資料 又生物認證 又生物認證 第二代是生物認證 不行 剛才問我行不行 可以 你用什麼方式去收集資料 都行 我們那條例 是沒有叫你 沒有說到你不准做這個 那條例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這個 是涉及個人資料 你要跟我們其中六條原則去做 其實有些國家是九條的 我們已經六條 那就是你收集的時候 是不是公平 OK 是不是合法 你收集完之後 那個 你保存多久 剛才說是否撕毀了他 查了他身 第三就是 你用的時候 跟你收集的目的 是不是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先問個人 我收集你的時候 是想用做A的目的 現在我想改為B的目的 那你不可以不問別人 就要再問一次 第四現在最常見的 就是保安 你收集之後 你越時間越長 你收集之後越多 你越多的話 你被人攻擊的機會越大 出來的後果越來越嚴重 好 這個是數量的問題 就是記性的問題 就是你五年前那些窄口 擋住那些人攻擊你那一場 那一場 是很堅韌的 不過因為歲月的關係 因為科技關係 可能有一些缺口 你會不會看到那些缺口 要及早堵塞了 知道那些缺口的時候 要怎樣解決它 或者當年的加密都OK 五年後那些超級電腦 就塞在手機上 那如果你不留意 那一中招的時候 那你就很難可以解釋 因為我們在這個 所謂叫做 數據保安方面 法例的要求其實都不是很高的要求 就是你要採取一些合理和可行性的步驟 去確保這些數據的安全 所以如果這個問題上面 其實不懂的 就問一下Francis 他給你一些 我都常常去問人 他給你一些意見 你就去看看世界上 在這方面裏面的保障的標準 去哪裏 你做到這個 就已經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黑客就說明是黑客 它不是白的 黑客如果你都可以 全部一百分之百可以預計到的 那那個就叫做黑客 所以你所說都要去讀的 就算黑客那些 都要讀它 即是你弄一把鎖 你都要拆開鎖才可以弄的 是 最後一件事 就是在完之前 會不會有一兩個提示 可以給到一些普通的小市民 平時要怎樣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 平時我自己有空的時候 我都去一些商場 一些地方去試一下 試一下 如何保護我的個人資料 我都試過去 有時候有很多的叫做嘉年華會 現在很流行的就是 給你一些小恩小惠 我不是說給你一張棄票那些 是 我們沒有收集個人資料 沒有收集過兩個個人資料 他給你一張券 一會兒你去那裏拿杯雪糕 有些朱古力 或者送個環保袋給你 不過呢 你拿完之後 跟我 填一填 阿葷不用填 我不用填 他說你直接在那裏給個like 很輕鬆 對不起 你講了這個字 不好意思 他按下去的時候 沒有東西 還給電話號碼 可以了 他很多都不拿了 現在都 你只給個電話號碼 其實現在我們最應該保障的 不是你的身份證號碼 是你的電話號碼 OK 你看到現在 他借錢也未必需要身份證號碼 是 因為擄置到你在哪裏 對 不過電話號碼 是 Francis Wood告訴你 你以為買它數了數 他會不會數你自己手機的內容 還有你手機裏面 有些通訊錄 他可能會拿到 我以前有些保安專家說 他說你的身份證 看來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找不到你 是 身份證上面那些是不會引到你 就是香港的身份證 電話號碼就不同了 是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方面 你說怎樣保障 我建議就是 真的不要因為這些少因少為 還有從這個認識到 看到一些不應該剪刀 無緣無故問你拿資料的東西 自己警覺性都要很高 因為我聽你們同行說 我們現在的資料有白市價 有黑市價 他給一杯雪糕你都是幾十元 但是他賣你的資料 不要緊 你賺多少錢我都不眼紅 最重要就是你賣了之後 他怎樣可以亂用濫用錯用你的資料 那個風險 再賣出去 又有風險 又有風險 又賺很多錢 賺錢不要緊 我都說我不會眼紅賺錢 不過最重要就是 你不要令我有損失 那個做我們叫做PIA 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 你一定要衡量一下風險 機構要做自己也要做 明白 所以有很多個人資料 就好像潑出去的水 你不小心給人 你又收不回 這個覆水難收 真的覆水難收 所以 或者不可以留下 我們叫做數碼腳印 是的 沒有空 所以很感謝今天Steven 上來真的和我們分享 數據 私隱的安全 以及自己怎樣提供的意識 小心這個覆水難收的個人資料 收不回 所以在節目結束之前 都提提大家 剛才聽了這麼多真知卓見 記得就回答我們的問題 就是在大數據的年代 你覺得最大的私隱隱患是什麼 你又有什麼方法應對呢 記得留言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下一集節目再見 拜拜